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废青的世界 我是废青 今期废青就会分享第二只优质港股 而且今天分享的这只会比较多 少少少少少 因为 废青自己都有持有 再说多一次 今次这只废青在出片的时间 应该还是有持有 持有的平均价和现价差不多 而废青的入市位在好几个月前 已经买了 也有在股票实践group和废披床里面 和废友神祖已经分享了 废青 废青 为什么这么迟才在YouTube分享 肯定是没有听上一堂 老实说 废青很难将每一堂的东西 浓缩完再重复多一次 所以大家真的要追上一堂 上一堂也说过 对新手来说入市的好时机 和废青入市好时机 和废友入市好时机 是不一样的 因为废青是绝对不介意 给新手提早辞货 给新手早多几个月入市 有什么所谓 早多一年半转入市 又有什么所谓 早多十年八年 应该更加happy 对不对 如果一只只废青持有优质股 都是神祖在十年八年前已经买了的话 那就真是肥死我 财务不是自由那么简单 是巧L自由 所以身为一个废青的trader 是绝对不介意 给一些新手付出更多的时间 投资更多的耐性 在一只优质股上面 只不过 对一个新手来说 其实他们的耐性不是很多 他们不是很知道要投资多少时间 去一只优质股才对 对不对 对一个新手来说 其实你是不太知道 应该要持货多久 对不对 可能你只是听过一些故事 就是说可以很短时间 一个月就赚到大钱 而这些故事很多时候都是过眼云烟 一信即逝 也都很难去发现 有些人是持货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然后才没有自由得 因为这种人的确很少 还要这么有空 在YouTube上讲经的话 就更加少 如果这样都被你真心 遇到一位这样的人兄的话 那费青就真的要恭喜你了 喂喂 话说投资 今天是讲优质股 知道了费青已经很早持有了 大约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之前 已经持有了 而平均价和今天的现价都差不多 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一只优质股 先看看图 先看看一些basic information 没错 和上次的样子都是一图看完 今次这三只 最新预入费青优质股名单里面的港股 第二只就是669 No.669 创科实业 那些基本资料就高速wrap一次 过往一年的波幅来说 最高位是174.5 最低位是80元左右 这80元出现的时间 亦都是过去四月之内出现了 即是现在69 是一个小股灾的时间 你心算都应该算到 就算现价来说 都是差不多半价 相对于一年前的时间 现在都是差不多半价 好啦 那入场门栏呢 如果用港股一手一手的买的话呢 那就大约是 现价当是90元 每手股数就500 那将90乘500 即是45,000 入场门栏呢 就每一手就45,000 即是用美股去买的话 每一股呢 只不过是56.5 美金而已 计算的话 56.5 x 7.8 即是入场门栏 只不过是440万而已 即是你一餐很西的价钱 就搞定了 去一次滴滴尼的价钱 就搞定了 去少一个月 专门做专门就搞定了 所以要存优质股的入场门栏呢 就理论上是低到 人人都应该负担得起的 亦即是说呢 财务自由的门栏呢 都是人人都负担得起的 夹到了吧 门栏基本上是每一位 看影片的你 都是可以揽得过的 大家手上都拿着那张入场券了 拿着入场券之后 下一步就是看你自己 愿不愿意去玩这一只Game 这一只财务自由的游戏 这一句极之重要 自己截图抹下它 顺便也不介意分享给身边 真的很想财务自由的亲朋戚友 那些没什么信心 没什么决心 财务自由的亲朋戚友 就不用给他了 因为就算跟他说 440元就是一个入场门栏 他都会觉得自己是没有的 好恐怖的 一个人不相信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是真的可以很不相信的 一个人不相信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是连自己的免疫能力都不相信的 外出见到没有戴口罩的人 是真的会害怕的 说完了 先回来 好 那这一只六九 就是第二只优质股 咦 快点快点 为什么你这一只六九 就有持有 而上一只 上星期说的那只优质股 你又没有持有 哇 小蟹牛 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 菲星准备了答案 今次菲星选了这一只 不选上一只的话 就当然是六九 相对来说比较把炮 好 看图的话 你就可能会知道多少少 好 一起看图吧 照旧的一开图来说 大家应该一眼就看得出 它是不是一只优质股 超级明显的up trend 搞定了 yes 而在06年至08年期间 它是曾经跌得比较多些 上一堂 菲星准解释过 今天不再重复了 自己真是追回上一条教学了 曾经跌过 不代表它不是一只优质股 好了 那这只优质股 究竟有什么这么把炮呢 这只优质股 把炮之处就是了 它过去十年的走势 就的确非常之厉害 简直就是拍得住古王腾讯 一起看看另一幅图 看看吧 将古王腾讯700 和669一起拍摄 看一看的话 我们看看过去十年里面的走势 其实两只股票 真的差不多 完全差无几 而一个这么英俊的走势来说 基本上它已经杀了大部分的港股 I mean 杀了大部分的优质港股 即是废青在上一堂最后 派过十只优质港股的彩蛋 如果还未领取的话 在下面留言的位置 话声废青是谁知你想领取十只优质港股 基本上拿着一只69的武器 已经是在过去十年里面 杀了大大大大部分的优质港股 就算是古王腾讯 也是和它拍住的 还记得上一堂说过 一年升一倍 十年升十倍 就是这些样子 69在2012年至今大约升了950%左右 而相对于紫色线的股王腾讯来说 它就大概升了接近700% 即是七倍 实质就是6896 所以肺青也是特别喜欢这只69 亦都是有持货的 应该都不会持货短时间的 由出片开始计三年至五年 应该是基本的 所以千万不要一年后走来问肺青 肺青你只赚了没有? 三年后又走来问肺青 肺青你只赚了没有? 五年后又走来问肺青 肺青你只赚了69没有? 五年后就到时才算 优质股是用来存的 优质资产是用来存的 有能力存到一世便存一世 没有能力存到三年便存三年 五年便存五年 所以五年后只赚了尾? 这个问题 肺青要五年后才回答你 当然有得选的话 就当然会存一世 就正如有得选的话 你都是希望一世财务自由 而并非是间不中财务自由 突然间有财务不自由 坊间大把工具 都是可以帮助别人间不中财务自由 只不过不是肺青定义的真资产 就肺青没什么兴趣 今期会分享最新的第三只优质港股 在下一期就会和大家分享 下一期正如继续是下星期 而还未领取十只优质港股的话 就记得在下面留言和肺青日面分享 最后也会分享更多的新手教学 今天肺青帮助你提升思维的 就记得按个like键 当是交学费 顺手卡在加入订阅 和铃铃仔 设定全部全部交学都送到你面前 保证下一个优质股 你不会错过 肺青是一种自由 我是肺青 我志好 下堂祖会见 拜拜 拜拜